早晚,大家好我是早安 潤軸是一個在客製化中充滿玄學又非常耗時的技能 然而,網上的教學都只會告訴你潤軸可以從這樣 變成這樣 但是如果把其中的細項給拆開來 其實是有挺多原因,讓劍圈不惜花上許多時間也要潤軸的 在這集裡,我會分享這些原因 那麼話不多說,我們開始囉 早前是最為忍者的聲音 常被提到的觀念只有變好聽而已 更詳細一點的說 大部分順過的軸,聲音會變得紮實,還有低沉 而這種聲音正好對送大多數人的喜好 所以叫做好聽 不過如果你喜歡清脆一點的聲音 這對你來說可能就不是那麼好聽了 另外,軸體在剛出場時 往往會帶著各式各樣不太淘氣的聲音出來 像是彈片發出的啪啪聲 彈簧的嗡嗡聲 走心刮嗡的聲音之類的 這裡的雜音可以透過軸軸來減輕、消除 經微刻的彈拼音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說有些玩家甚至會以彈拼音作為適合條件 算是蠻奇奇的現象 第二點則是我們的手感 網上留存的概念是這樣子的 在經過潤滑後的軸體 手感會變得更加順滑 高特紅掉打經微刻之類的 但更進一步的說法是 軸體的潤滑是用油降低抹擦 也是在軸體本身的順滑度上有個小提升 所以要讓高特紅去打經微刻顯然是有些困難 而軸體的順滑度有個天花板 也就是說順滑度本身就很高的軸體來說 軸不軸軸 對順不順滑的影響不太明顯 所以油脂就會用的少一些 你甚至也可以選擇不去潤滑它 相對的 對於順滑度比較低的軸體來說 軸軸就會是個大提升 我會非常推薦你去潤滑它 除了提升順滑外 在手感上 軸軸也有其他的作用 像是線性軸有時候會因為彈片阻力太大 而造成微小的段落感 軸體因材料、模具 產生的莫名的卡色感之類的 這些都可以透過軸軸來改善 最後則是客製化的部分 這個也是許多玩家在軸軸上最在意的地方 要潤滑一顆軸體 在部位、用油上 都可以做出許多的排列組合 而每種組合都會有自己的特色 再加上軸體的材料以及模具的差距 就可以潤出各種別具特色的軸體 讓每種軸體在它們基礎上 做出各種軸感與聲音上的變化 而這些特色是長軸做不到的 畢竟廠商是要大量生產的 不可能為每一位玩家都客製化一份獨立的軸軸方案吧 然後我做過實驗的皇者來舉例 左邊的這顆是3204後軸 右邊的則是105波軸 空聽聲音就覺得差別很大對吧? 然而 對大多數人來說 軸軸其實是相當麻煩的一件事 在這種情況下 你可以考慮選擇帶軸 省下軸軸的時間和行李 我最近也開始借了帶軸 小弟我有潛心研究軸軸方法 也有做了許多實驗 對於不同的軸體都有一套解決方案 有興趣的話 資訊在下方資訊欄 歡迎來逛逛 在影片結束之前 請不要忘記留下訂閱 按讚 小鈴鐺 還有分享出去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DC群或者是QQ群 在裡面我們會有鍵盤的深度交流 又會過的民營頻道 對鍵盤有興趣的你不要錯過了 另外 在禮拜日的晚上七點我有二分之一的機率會更新 在下一部影片裡 我會分享要怎麼軸軸 我是早安 大家晚安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